在淡水在過年前也有許多的善心團體捐贈出物資 與一山市還有淡水的警分局來合作 來關懷獨居長輩以及一些弱勢團體 現在透過鏡頭帶您一起來看看 今天上午在淡水飲三市 由廟方以及警分局共同舉辦了聯合慰問獨居長者 致贈關懷物資等活動 由淡水警分局副分局長帶領分局內閣 派出所長以及警察志工服務中隊等組成關懷團 於春節年假前慰問淡水區的獨居老人 現場滿滿的物資就對放在影三市的門口 將提供給淡水區共計有六十八位的獨居老人 今天是我們影三市和淡水分局 共同舉辦的獨居長者的一個衛護活動 今年獨居長者有八十六位 我們希望利用過年之前這個時間來做一個慰問活動 我希望各位獨居長者能夠很快樂的來過這個年 淡水分局跟銀三市這個第九年舉辦 對轄區裡面的中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的一個 寒冬送軟慰問活動 那這次大概有六十八戶 那感謝銀三市每年都舉辦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對轄區弱勢團體提供大米等各項物資的一個協助 那我們分局各派所也都會協助這個送達到各需要的一個中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的處居 淡水警分局表示農曆新年假期將聚警方將加強持續關懷弱勢 而今年則是第九年與銀三市一起舉辦關懷弱勢東陵救濟活動 此外現場除了警察志工以及各派出所援警都到場協助之外 許多市議員也都出席支持宋愛新駐落室的精神 基本上是獨居老人幫人家送人家補助 獨居老人的過程幾年會比較快樂 比較溫暖 比較溫馨 感謝我們的志工團隊 所有的人可以把補助放出去 要贏得到三天 感謝 那長期以來對於我們這個獨居老人的一個關懷 那我想社會需要更多的愛心來注入 讓這個社會可以更祥和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活動非常有意義 那社會上也確實有很多人需要我們這樣的一個協助 那我這邊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也呼籲我們有愛心的朋友們 未來的時間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跟警察志工一曲在關懷獨居老人 那我想這樣子的這個議舉呢 我們代學人都非常非常的感謝 所以包括我們的這個主委 還有我們的同仁 我相信我們在做這一份這個議舉的同時 心裡也是有滿滿的這個感謝 我想在這個新春即將到來 獨居一個人 那有這麼多人來關心他 我就覺得他就會很開心 那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拋磚引力 讓大家多多關心周遭需要關懷的人 由尹三四準備的大批物資提供了紅包 白米泡麵等干年物資 都有警方以巡邏車的方式送到獨居長者 以及落宿居民的首相 而廟方主委以及淡雪區鄧公里里長邱美金 還有警分局帶領分局內的外勤幹部 警察志工服務中隊等人更前往了 轄區內的獨居老人家中來慰問拜年 將物資還有紅包送到這一位阿嬤的手中 希望在寒冬之際 帶給獨居長者的溫暖祝福 記者許端一代許三方為導